Minecraft的解謎日記 嘿嘿大家好歡迎來到燕王爺的Minecraft的解謎日記 今天給大家帶來是由派大星大大所製作的凋靈幫的復仇 好那我們首先就先來看一下 這邊告示牌到底有寫是什麼東西吧 已經生抽到不能使用的 窗外什麼都看不到 這音樂是不是有點大聲小聲一點好了 這樣 好當然應該夠 書架中的書都是些無聊的書 看起來應該就開始 好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箱子裡面有什麼 劇情1 遊玩虛之 請物破壞方塊放置後的東西請不要打掉再用 請關閉小地圖請物作弊 難度請調和平 難度請調和平 亮度隨意開心遊玩請物抓作者錯字 但是看到人砍就對了 那些村民殺死後 那些村民殺死後 會有東西噴出來記得撿起來 沒事 沒事 沒事了 沒事了 真的沒事了 真的已經沒事了 真的已經沒事了 就跟你說沒事啦 這麼不相信我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劇情1 醒來以後發現自己躺在牢房中 看了一下時間 發現自己已經昏睡10年了 昏睡了10年 哇這昏睡了10年竟然不會餓死 太厲害了 水都不用喝 食物都不用吃了 連自己的名字都 記不太清楚了 回想起10年前模糊的記憶 感覺好像有種不太好的感覺 在心理擴散 頭好痛 我到底是為什麼會昏睡這麼久呢 還有為什麼會在這裡 完全想不起來 我想要逃出這裡 先找找有什麼可以用的東西吧 不小心手癢多按幾頁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這畫 能不能裝過去 欸這裡可以 沒這麼簡單 沒這麼簡單 下面有東西嗎 這裡下面通常會藏有東西的 看來應該是沒有 出櫃上面呢 上面要怎麼看得到呢 這裡嗎 喔 牢房鑰匙 哇這麼簡單就給我找到了 那這裡是什麼 成就之心 應該是成就物品吧 成就之心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間房間裡面 還有沒有什麼多餘的東西 好應該是沒有人 然後我們就 呃 GO 終於逃出來了 正好看到警衛在睡覺 先把他的鑰匙搶過來吧 哇那是警衛嗎 上方的攝影機似乎壞了 趁現在快逃吧 原來的攝影機 原來的攝影機 美的 這是什麼 囚犯資料 對 成就物品先放這裡 名字 小羊 狀態 經醫師診斷目前以某種藥物 而昏迷不醒 罪名 音質機損毀太嚴重 導致無法辨識 這我嗎 這是我嗎 應該這我吧 把他殺死會有東西嗎 不好意思啦 我只好把你打死啦 因爲你是首位 會不會有點太殘忍了 欸 他打不死嗎 來人啊 囚犯逃虐啦 這是 牢房大門啊 應該是放這裡吧 哇 這裡都是囚犯嗎 為什麼我住的比較大間 我住的好大間 這裡好小間啊 劇情2 那我們站個好位子 原來我的名字是小羊 看了剛剛的資料顯示我是因為藥物而昏迷的 可是到底是誰 是誰讓我吃下了那種東西 難道我是柯南嗎 而且我神田到底做了什麼事 我一定要找出這一切的答案 現在回想起來 感覺在昏迷之前好像有聽到什麼人在說話 約定 一定要 想到這裡 頭又覺得好痛 哈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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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怎麼跟 欸 成就之心 你們怎麼跟守衛長得一模一樣 一麻一樣呢 跟守衛 欸 沒路了 看來要仔細找一找 鑰匙究竟在哪裡呢 鑰匙究竟在哪裡呢 讓我來 欸 上面好像有東西 什麼 竟然不是鑰匙 這怎麼 這怎麼破呢 欸 這邊有 這邊有 離開監獄的鑰匙跟一顆成就之心 好 那我們就離開監獄吧 GO 欸 這門怎麼另外一邊不會開 GO 警衛 你怎麼醒來了 可惡 警衛發現我了 我要趕快殺了他 哇 這裡面怎麼都在殺村民呢 好可憐啊 這村民都好可憐 可是不行 為了遊戲進行的順利 我必須把你 必須把你 就地正罰 來人啊 哇 有東西嗎 欸 沒有東西嗎 一般的噴泉 沒想好釣水 哇 這 這監獄裡面還有 還有噴泉 太厲害了 置物櫃1 打得開嗎 看來應該是打不開 這是 置物櫃2 欸 這是置物櫃3 哇 這些看起來好像都是打不開的 那我們再探索一下吧 這邊這間是 換取員工休息室鑰匙 請投入一顆鑽石 哇 一個囚犯哪來鑽石啊 換取通王大廳走廊鑰匙 請投入三個看不見內容的書 看不見內容的書 這什麼 這沒有 那我們就 找找吧 這間是什麼 大廳走廊 哇 這大廳好漂亮耶 都是畫 噴泉裡面會不會有東西 欸 怎麼上不去呢 這噴泉 監獄裡面有噴泉一定要好好檢查一下 反正看起來就很可疑 還是根本就沒有 好吧 看起來根本就沒有 不過這怎麼沒掉的東西 這應該會掉東西吧 我的東西呢 欸 我不能回去了嗎 好吧 我們來看一下 修習室 圖書室 好 那我們去一下圖書室 哇 這圖書館還真高啊 這要怎麼拿書啊 這真高啊 這邊好像過不去 每個都跳一跳 跳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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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跳一跳 欸 看了應該這邊是沒有了 這是迷宮嗎 這圖書室看起來比較像 唉唷 這裡應該是可以上去的 這裡應該是可以上去的 成就之星 什麼 這樣 欸 上面就是 欸 這邊 喔 這邊還有箱子 哇 太邪惡了 這箱子 勢龍頭盔 再上 耶 我有勢龍頭盔 那我們再努力找一找吧 這間圖書室看起來 疑點蟲蟲啊 這間圖書室看起來 疑點蟲蟲啊 這裡有什麼 密室鑰匙 哇 怎麼辦 要好多鑰匙 我怎麼好像卡關了 這裡是什麼 哇 好多箱子 這個 沒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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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 成就之星 成就之星 沒了嗎 不會吧 哇 這個 這個 還真難啊 這怎麼做呢 這個 怎麼好像 才一上來十分鐘的卡關 再找找吧 這邊還有沒有什麼東西 繞一下畫 這個畫 看起來就很可疑 這畫看起來就非常的可疑啊 這麼大一片 難道真的沒有嗎 好吧 看來應該是 應該是沒有了吧 這條路剛剛走過了嗎 哇 這個 誒 這是剛剛那裡 這還真是難啊 好 那我們就先 出去 然後再看一下別間 別的地方 到底還有什麼 還是這是Bug 我把他打死 他應該會掉東西才對吧 我的東西呢 我的鑰匙呢 休息室 大廳走廊 呃 這個 好吧 那我們就 先這樣 我們待會再見囉 好 那麼各位我們又回來了 看來我們好像 沒有拿到 傳說中的密室鑰匙耶 沒有拿到 傳說中的 密室鑰匙 那怎麼辦呢 嘿 沒有關係 這時候我們就 只好等一下再回來囉 好的 各位我們又回來啦 那我們拿到了 傳說中的 密室鑰匙 對 就是 就是這個 不過他沒有名字 沒辦法 因為 掉不出來嘛 那我只好自己 想辦法把它掉出來了 於是我就在 傳說中的 game mode 0的狀態下 就找到了一根 這麼一根鑰匙 對好 那我們現在就去 尋找密室 密室應該是這裡 密室要 誰是帳啊 欸 帳有開嗎 那我們去外面看一下 密室究竟在哪裡 還是這裡 欸 喔 密室 哇 這間密室真是高級啊 密室 我們來看一下 這床 這床兩個人的枕頭怎麼黏在一起 我們來看一下 電視遙控器 唱片 唱片 唱片不要拿好了 我們就拿 電視遙控器 這什麼 來 按 電腦關機 電腦開機 電腦開機 開機能用嗎 什麼 他開機竟然不給我用 這電腦有開機跟沒開機啊 電腦關機 電腦開機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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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電腦看來這電腦 有點不靈光啊 這電腦 看一下這邊有沒有什麼東西 遺漏掉 有沒有第二個箱子 欸 好 睡個覺好了 欸 還是不要睡覺好了 作者沒有說可以睡覺就不能睡覺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邊 有沒有東西 有 欸 有有有 這邊還有沒有 欸 這邊有 喔 這兩邊是通在一起的 哇 這個 桌梯也太大隻了 這什麼 成就之星 上面還有東西 好 這裡有箱子 欸 這是外面嗎 鑽石 哇 找到鑽石了 我們裝個鑽石 好啦 那既然 這圖書館常有鑽石 那我們就直接出去 就沒有必要再 冒險 在這裡面被抓啦 沒有開玩笑的啦 鑽石 鑽石 鑽石要換這個 請投入一顆鑽石 丟 喔 好啦 看來這個就是 員工休息室鑰匙 好 我們去找一下員工休息室 咳咳 打廳走廊 這裡是 休息室 是要裝這裡嗎 裝這裡好了 Open 哇 這個人竟然在這裡 我剛在外面晃了這麼久 欸 你們兩個 為什麼站在一起 所以我是要把員工打死嗎 是烏龜鑰匙 我應該把他打死嗎 算了 沒關係 他們抓不到我 我就 把他們關這裡面就好啦 置物櫃鑰匙3 應該是這個吧 Open 看不見內容的書 所以應該還要有 兩隻對不對 應該還有兩隻 我們再去裡面找一找 難道在這裡面嗎 欸 喔有 置物櫃鑰匙1 成就之心 那我們去把置物櫃鑰匙 插在置物櫃上面 然後把它Open 看不見內容的書 欸 這兩本為什麼不能 疊在一起 唉唷 我可以自己寫內容 再來仔細的找一找 難道真的要把他們殺死嗎 不好意思啦 為了拿到置物櫃的二號鑰匙 我只好忍痛 殺你們喔 欸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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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沒有鑰匙什麼 竟然沒有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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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還有另外一個箱子嗎 還是這邊 欸 我們又卡關了嗎 這邊 這邊有沒有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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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有沒有 看來是沒有 那我們在這邊找一下好了 這邊會不會有呢 再採 採 欸 這邊有沒有東西 就是 看來這應該不是 到底在哪裡呢 這個鑰匙看來藏得非常的隱密 我們再 仔細的來給它找一找 投入三個COM件的書 如果我現在投進去應該就 十分鐘之後如果還沒有找到還是五分鐘 還沒有找到應該就沒了吧 我們還是認真找一找 欸 呦 怎麼好像 怎麼好像沒有啊 這邊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咦 上面這什麼 喔 置物櫃鑰匙2 終於讓我們給找到 承說中的置物櫃鑰匙2 讓我們開啟通往勝利的大門 Open 這邊的話是看不見內容的書 好 那我們就去 領取我們的破關獎勵 不對 不是破關獎勵 這是 走廊大廳鑰匙 好 1 2 3 欸 好 這是 通往大廳走廊的鑰匙 那我們就繼續 走 大廳走廊 GO 欸 沒說話嗎 沒說話意思是 我要一直跳嗎 哇 這個 哇 這個 欸呦 嚇死人 嚇死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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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哇 成就之星 都是成就之星 欸 還有嗎 欸 喔 這邊還有嗎 還有嗎 好像沒有了 好 那我們就繼續 走 繼續跳 繼續鑽畫 有畫就鑽 這邊看來應該是沒有了 換這邊 你們 是 逃不過我的法眼的 哈哈 士龍胸甲 這是 士龍頭盔 哇 我在收集士龍套裝嗎 這看起來怎麼比較像是RPG遊戲啊 成就之星 成就之星 好多成就之星啊 上面這裡 沒東西 繼續走 欸 沒了嗎 這邊有沒有東西 喔 大廳鑰匙 欸 這也不是大廳 喔 大廳走啦 所以大廳鑰匙應該是 喔 警局大廳 好 Go Open 感覺在往前走肯定會被發現 這不是廢話嗎 那邊就有好多人在這邊 欸 喔好了 被警衛發現了 並強壓回了大牢 感覺他們好像很忙的樣子 竟然忘了鎖門 喔 剛剛好像聽到機關啟動的聲音 再回去走廊看看吧 這次要小心一點 什麼 被壓回大牢竟然是瞬間就被壓回來了 欸 這牢房竟然可以爬牆啊 好 再來 欸 這什麼 仔細的觀察一下 有機關啟動 再回去走廊 所以走廊有東西 這邊 有沒有新東西 好 這邊應該也 不會有什麼新東西 那我們就到走廊看看 再鑽一次 欸 這是剛剛那裡嗎 應該是 欸 這邊看來沒有 欸 竟然有密道 這走廊竟然有密道 哇 這裡好像有點高 看有沒有可以上去的東西 哇這個 這是哪裡 怎麼看起來這麼破啊 有看有沒有可以上去的東西 這裡嗎 梯子 成就的之星 哇 哇 他走過來說竟然沒有看到 來囉 我們出來囉 這個是 成就之星 欸 竟然被黏住了 給小羊個信 我是 這個是 豆嗎 我是 我相信你一定會找到這裡的小羊 小羊 你是我這一生中最信念的人 你或許已經忘了我是誰 不過我知道你一定會想起來的 直接切入主題吧 我們會被抓來這裡都是因為凋零王害的 之前村莊裡發生村門集體被殺害的事件 其實是凋零王做的 就只剩下我們兩個沒有被殺 可是你剛好又看到整件事情的經過 於是他用了某種藥物讓你昏迷不醒 好像你也忘了以前發生的事 讓你無法說出事件的真相 我也在那之後被打昏了 之後警衛找到了 發現我們身上持有刀線 於是直接將我們押進監獄裡 不管我們怎麼解釋他們都不相信 你也一直昏迷不醒 於是我就偷偷挖了這個地道 讓你可以替我們報仇 再過幾天我就要被處死了 你也無 我也無法跟你一起出去了 所以我就先出發了 要是我沒成功之後就拜託你了 外門的樹林裡有一台時光機 因為在那之後凋零王想逃走 所以必須回到破區做個了斷 我們約定好了 我們一定要打倒他 跟以前一樣有一點在一起 哇 好像很感人的故事啊 所以這裡是一間 這裡是一間 小房間 好的 那麼這集的Minecraft解謎日記 之 凋零王的 什麼什麼什麼好 就忘記好了 那我們這集的Minecraft解謎日記 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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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ng Box 合作詞